連這個都買喔 還是給未來的這個 趙母娘帶呢 還滿適合的唷 紫羅蘭嘛 對不對 酌心 因為你那時候說 你買了很多邊角那樣 那這個是 它是同一個石頭的兩塊酌心 那我覺得它紫羅蘭 還帶一點點粉紅色 所以顏色滿特別的 一個送媽媽 一個送 未來趙母娘 剛好 或許可以啊 最常都不偏心 然後兩個大家那個 溫禮那一天就帶出來 變一對 那鍵架要高一點才行 變一對這樣子 不過這個紙是還不錯 雖然沒有那麼那麼濃 但是至少我們在鏡頭前面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紫羅蘭啦 然後我知道 你應該也很用心的在找 對 找這個雕工不錯的物件 對不對 來 這個也是在那個時候 最瘋的時候 三年前左右 對 淘寶買的 對 多少錢一對 怎麼想買 因為想說是一樣 兩千人民幣 八千塊 八千塊 一對喔 是一對喔 帶一點紫羅蘭 沒有 對 那我們用這個工 剛好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 什麼叫做3D立體雕刻 來 我們把它拿下來 因為很多 很多的這個翡翠劍 因為受到工錢的這個影響 因為工錢有的比玉還貴 翡翠 我說得講 像這個類品質的這個翡翠 其實非常之多 是 你如果說到這個雲南 那個邊界去看 那個集市都幾萬人在裡面 那這個工錢可能比這個東西還貴 那所以說他們就不斷地在發展 怎麼樣把這個工時能夠縮短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3D列印 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們的這個儀器 我們剛剛才在講說 你前面這些雕件都手工雕 還幫你開心 馬上就找到對照組了 我們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什麼是3D列印的東西 怎麼看 3D列印的東西 它就跟配鑰匙一樣 我們要把我們的鑰匙 放在這邊 然後再拿一支 那個還沒有開膜的 放進去夾著 然後一按 鑰匙就出來了 好 咱們來看一下 你看 你看 我們不是說因為 它一模一樣是3D列印 而是你知道嗎 它所有的 你看 所有的磚孔 通通都在一個位置 從一個形狀 也就是說3D列印 它的電腦塗出來以後 它的鑽頭就這樣 就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它的鏤空 也完全一模一樣 這種的部分 大概差不多 那你想想看 它每天的量就很大了 像您這個龍叫雕 我看 雕兩三天吧 那跑不了 是 那那個工錢就貴了 請老闆 它今天是買一對 所以我們很容易 可以辨識出來 如果它今天買一個 也能看出來 也看得出來 什麼原因 那你可以看 它所有的 你看像這樣 這個整個的邊際 對 這個全部都是怎麼 用電腦的那個鑽頭 把它抹出來 是 那我們來看這個龍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做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那個爪子的 力量就顯示出來了 那用電腦做不出來 做出來就覺得 啪啪 軟啪啪的 而且太複雜 電腦也沒有辦法做 這種平面它就OK了 所以要注意 在買的時候 了解了 這個跟錢 工錢差很多 有沒有 不過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這個價錢買到還行 這個酌心又是紫蘿蘭 這樣的入手價 感覺好像應該 還是不會虧錢 我們試試看 來 請見價 一萬兩千元 好啦 可以啦 安慰嚇 嚇到了 來 嚇到了 是 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買東西 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賭嘛 你那麼愛賭食有沒有 也是因為想說 我有沒有買到便宜 我覺得就是這樣 繳學費的一定 家裡很多 只是沒帶來 真的滿多的 不敢帶來 再來這個桌子 很罕見的它是 就是灰 它是那時候叫做烏雞 對 然後它的烏雞 我覺得它的質地還不錯 那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 就是我賭過最大的石頭 又是賭石 這是賭石 對 那就是比較早期對不對 對 早期 它是一顆很大的 木蠟的原石 然後那時候是十個人 要湊十個人一起賭這一顆 集資賭 對 那通常一個人 是大概三千人民幣 然後因為最後一個人 一直等不到 那時候我就用了六千塊 買了兩個單位 對 然後就是這個 開出來那時候 開出來大家嚇到 因為木蠟很少 開出這種顏色的 對 然後 開出來大家覺得 終於還不錯 那後來我就分到八個桌子 你分到八個桌子 你說你出了六千人民幣 分到八個桌子 這是八個裡面其中一個 平均一個桌子 大概一千人民幣 一千人民幣 就加上做桌子 大概桌子大概兩百塊 一個桌子大概台幣五千左右 對 這個我們賭石的時候 我們在找大家一起來 開一個石頭賭石 這樣不睿智嗎 可以降低風險的感覺 可是問題最開心的是 賣給一個人 他不管你幾個人 我錢進來了 分散風險 對 分散風險 問題是分散風險之前 它風險已經存在了 沒錯 沒錯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知道 從產區一直到那個中下游 它裡面都有一些煤槓 比如說從公盤來說 就是礦石挖出來 人家專業的人 用專業的儀器 都已經判讀過了 哪些是可以上公盤的 哪些不能上公盤 不能上公盤的就是 本首 本首就走出去 走出去 那大家都顧弱神秘 這個等一下出什麼什麼 其實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桌子 一般人來講賣相沒賣相 對不對 黑黑的嘛 那除非怎麼樣 除非有人 特別喜歡 特殊的客人 這種客人很少 小數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但是問題是 你不會帶嘛 對不對 你買回來你不會帶 你送人 然後就太黑手手了 這個 這裡面就有一個 其實它有一個 非常好的名詞 對 叫做 就跟那個電影的 那個女主角黑真珠一樣 黑寡婦 來 我這樣講好了 這一塊石頭你總共 總共全部的人花了多少錢 一個人三千 十跟三萬 三萬人民幣 木拿的這個東西 這邊有一塊石頭木拿的 是 這個人呢 就殺殺殺殺 六萬塊成交 六萬人民幣 六萬人民幣 成交 那我們看 切開了之後 開心嗎 行吧 比你這個漂亮多了 你那個黑木拿 然後這個 人家是青木拿 對 對不對 開心吧 我告訴你 它全部的鐸子呢 全部的鐸子就 畫圈圈了喔 對 畫了十八個鐸子 十八個 開出來只有三個完美的 蛤 三個完美的 其他都還有石紋 是 但是賺了喔 切長了喔 是 對不對 多開心 黑木拿就麻煩了 黑木拿就麻煩了 他還拿了兩隻是不是 八隻 拔了八隻 因為他是買兩個單位 拿了八隻 現在八隻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對 這一生見駕 會影響很多喔 就如果這隻八隻 要脫手的話呢 我來分享一下 這個有關於翡翠市場的 預後 首先第一 好的東西 它絕對不會跌價 是會漲價 但是所謂好東西 絕對不是你這個 你這個叫 反面教材 這種東西 踏駝駝駝 這種東西不但是跌 而且會跌到 這馬路上都會撿得到的 做一個桌子 如果用這個機器 雕膜的話 大概三分鐘就一個桌子 拋個光 大概十分鐘一個桌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好的東西 比如說它是玻璃種 翡翠 綠色的 其他顏色就不要提了 對 像這種東西 可能買起來 還要幾千萬 那這種東西是 永遠不會跌價 為什麼呢 已經沒有了 對 這種東西呢 那再挖出來的還有很多 所以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好 特別小心 好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來 它有八支喔 一支五千 成本試試看 請見價 五千元 好可怕 那特度還是很好 剛好 不賠 還有喔 特度還是很好 對 我就覺得特度還不錯 但是你要說服人家 戴在手上有點難 黑色 對不對 黑色 但是戴這個不知道怎麼樣 是 那也不錯 不賠有玩到 不賠啦 然後你又開心到 當下開出可以做手桌 有的人為了要Fishing 他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比如說女生對不對 我就說要戴這種 就跟人家不一樣 特立獨行物 就變成什麼 這變成一種服裝 就是我要搭配這個 我穿這個衣服 要搭配這個 你看就叫Fishing 那如果是老觀念 像我這樣子 這個我絕對不會買 對不對 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是 所以呢 還是 還是沒關係啦 那個本都還在啦 好不好 對不對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抖音 非常的方便 這些人呢 全部都是 就住到產區裡面去 對 長期住在那個地方喔 長期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去找這些邊角料啦 或者是特別 譬如說我已經買到 可以進入到礦區裡面 跟誰做買賣了 他已經變成是這個樣子了 我告訴你 不是十拿九穩 他也是十拿九輸啊 他可能只有靠另外一塊 才能夠賺到錢 因為他的工具什麼都有了 什麼都有了 照得非常的清楚 賭時就這麼一回事 一翻兩瞪眼對不對 但是呢 他買了之後喊價 他覺得說 我開直播 我可以直接把它賣掉 賣掉 我有賺就好 先賺了再說 不是 我覺得說我火眼睛睛 去看這個東西 他每一個都可以開出來 可以讓我大賺 不可能沒有那種 每一塊都切長的啦 所以 你自己買了這些賭市回來 記得把它賣掉 越買 越買就會越好 因為你越來越有本錢了嘛 你就把它賣掉嘛 對不對 不要以為說 有一天我會噴到 一個好的東西 我這個眼睛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沒有那個命啦 真的 真的 而且他現在已經打住了 我想知道打住的關鍵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誰 是誰影響了你 或是什麼決定 為什麼打住了 本來買成這樣 沒有耶 突然醒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一天睡醒了 就覺得我不要買 就不要再買了 真的 從此你也告訴自己 對天發誓 我不要再買 連看都不看 但是今天這一件 應該要這樣講 應該說 因為我碰到一個 對著一個愛人 他點醒了我 應該要這樣講 它有故事啊 對嘛 請教總監 沒有利用好時間 對 這個愛人很重要 學到了 學到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